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朋友依然还在忙着论文 于是我主动帮他打包东西 宿舍已经搬空 只剩下女友的东西 打包被子的时候 我用力一扯 枕头下掉出个铁盒 通的一声摔在地上 一条带血的床单就那么出现在眼前 起初我还以为是他生理期 有些脸红的别过头去 可床单上的一张纸条 却让我的心一下子坠入谷底 2020年5月20日 今年我正式成为CW的女人 一瞬间 我差点要忘记呼吸 我和依然在一起七年 但是我从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因为她性格害羞又单纯 总是怯怯地说害怕 红着脸说想把最宝贵的一次留在我们婚后 所以我一直期待着毕业立马结婚 想让她真正属于我 平常连我逗她都会脸红的女孩 怎么会有这种东西 难不成是别人的 可我拿起那张纸条 受金体捐秀 比风柔和 就和她的人一样 清纯柔美 我无比确认 这就是易染的自己 2020年的520 我清楚地记得她说爸爸住院 所以不能陪我一起过 为此还内疚了很久 难道那天她和别人睡了 还要瞒着我装厨女 这个CW又是谁 我们明明都已经订婚了 为什么她要出轨 为什么骗我 许多问题一下子冲进脑袋 浑身的血液开始倒流 我只觉得五脏六腑都烧得厉害 我恨不得马上拿着床单问她究竟怎么回事 可下一秒 易染就推门进来了 她晒得脸红红的 额头上挂着汗 笑眯眯地递过来一个冰棍 调皮地冲我眨眨眼 这位搬家小哥 辛苦了 诺 这是给你的奖励 手上被她塞了一支中靴膏 我嗓子眼里的话 一下子卡住了 因为在一起的七年 易染对我真的很好 好到自己热得不舍得买一瓶冰水 却给我买十几块的雪糕 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 她嘴上不说 我却一直都记得她的好 怎么了 你再不吃雪糕就要化了 难不成顾大少爷看不上我 连我买的雪糕都不肯赏脸吃 易染凑过来挽住我的胳膊 习惯性地撒娇道 我性格沉闷 两个人独处的时候 他经常喜欢打趣我 这是我们之间的小默契 看着笑叶如花的易染 我突然有些不忍心 扯了笑道 怎么会 闻到她身上浓烈的古龙水香味 我猛地打个喷嚏 她向来讨厌喷香水 刚恋爱的时候 我在网上看攻略 送了她名牌香水 可她却说 她不喜欢人工香精 只喜欢沐浴露的香味 所以 她身上总是一股淡淡的皂碱味 这么浓的古龙水 肯定不属于她 我眸子又沉了几分 易染好似察觉到什么 低头抱怨道 会议室不知道谁放的香薰 薰得我都入味了 是吗 可明明我早上才去过会议室 什么香薰都没见过 她在撒谎 她对我撒了谎 我抱着温暖的她 却感觉浑身都凉透了 凉久 才默默说了一句 你iPad坏了 我帮你送去修了 从她宿舍出来后 我转头就去车上 将车窗关上 我默默地抽了一根烟 闭上眼 脑海里都是我们在一起的七年 从高中大学 从青涩学生到步入社会 仔细理清头绪 我也发觉出不对 自从上了大学 她变得很忙 有时候都顾不上我 每次我想要和她聊得更深入 都被她打断 说要睡觉了 当上了文艺部部长后 总说要彩排晚会和活动 纪念日也总是缺席 我之前只以为所有情侣都是这样 感情会慢慢趋于稳定 可凡此种种累积在一起 我突然觉得一阵心寒 因为我总在考虑我们的未来 而她好像什么都不在乎 总说以后再说 毕业再说 一味地逃避 她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清纯美丽 什么都没变 却好像什么都变了 高中我是独行侠 她是乖乖女 一天晚上下了课 我见她满脸通红 坐在座位上不敢走 便默默地看书 所有人走后 我脱下外套扔给她 又关掉了灯 在我看来 不过是举手之劳的事情 却意外地收获了一个小跟屁虫 她第二天红着耳朵 将洗干净的外套递给我的时候 我们都在彼此的眼里 看到了萌动的爱意 后来我们变成了 无话不谈的朋友 又成了亲密无间的情侣 在所有朋友眼里 包括我自己 都觉得我们是天生一对 会顺理成章的结婚 生子 度过性幸福美满一生 甚至上周 我才拿到了订婚戒指 是我花了半年设计 那圈还刻了我们名字的缩写 就等着毕业典礼向她求婚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沉默两久 打通了一个电话 对面显然一愣 顾哥 你是不是搞错了 怎么想起茶岗了 我和你说 有些事情一旦起了头 就真的回不去了 嫂子怎么可能是那种人 要不算了 我冷笑一声 平静回道 茶 等会我就给你寄过去 你是专业的 知道怎么弄 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也许有的人早就已经不打算回去了 我又何必做我欺骗呢 我借口家里公司有事 最近不在学校 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朋友发来的邮件 他先是给我打了个电话 支支吾吾了半天 才最后叹气说道 顾哥 你千万别太激动 也许是误会呢 我觉得你们还是好好聊聊吧 有事随时叫我 心底升起一股不好的预感 我还是点开了附件 首当其冲弹出来的 就是满屏的聊天记录 老公 明天我姨妈就结束了 你真的不来找我吗 老公我好想你 不仅心里想你 身体也想你 老公勃勃 你昨晚好厉害 我到现在腿都站不直呢 你放心 他不会发现的 他还以为我在练舞呢 对我放心得很 我当然不会和他结婚了 我最爱的是你 要不是看他人傻钱多 我早就和他提分手了 再往下翻 都是些更露骨的聊天和照片 哪怕我早就有猜测 心还是像被掏空了一块 呼呼地往外冒风 贝利的羞耻和背叛的痛恨 一瞬间淹没了我 我对他的信任 却变成了他刺向我的弯刀 太阳学机的突突跳 我颤抖着手 接着往下拉 朋友查得很仔细 是他一年来的购物记录 除了日常用品 大到几千块的球鞋 42码 几万块的男士手表 几千块领带 小到男士洗面奶 屁须刀 甚至男士衬衫 几十上百块 甚至游戏卡带 一买就是十几张 还有亲密妇的记录 转账都是五千二百起步 光一个月他就消费了好几万 全是给男的花的钱 看到这 我是彻底气笑了 因为这全都花的是我的钱 我家里有几个厂 房产也是几栋楼 生下来就没考虑过钱的问题 而依然家里重男轻女 他很早就出去做兼职 当家教 我心疼他太辛苦 就给他开了副卡 他一开始 总是倔强地不花 还是在我的要求下 他开始慢慢花我的钱 相处越久 他花得越多 后面一个月十几二十万的话 我也起过一心 但是 看他哭唧唧地抹眼泪 说家里人出事了 我也就不再多问了 毕竟对我而言 十几万和十几块 没什么区别 我也不想因为钱 伤害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再想到 他给我买那十几块的雪糕 生日手工织的围巾 还有些不值钱 但是有心意的小玩意 再看看 他给别的男人买东西的记录 我只觉得可笑 太可笑了 他糊弄我就算了 还拿着我的钱 去养别的男人 想到这我就觉得 一阵恶心反胃 曾经那些温存和爱 也都被耻辱取代 我狠狠地抽了自己一巴掌 故事博 你他妈真是个废物 竟然被一个女人玩得团团转 过了一会 我冷静了下来 眼神逐渐恢复清明 也好 竟然被我发现了 毅染也好 还是那个肩夫也罢 我绝对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毕业典礼 毅染学士服里 穿着性感的包屯裙 一双长腿 十分吸睛 见我开着跑车来了 他三步并两步跑来迎我 宝贝 你怎么才来啊 等着你帮我拍照呢 平常在人前 他都刻意和我避嫌 他说他是文艺部部长 如果太随便的话 在手下面前没有威慑力 平常还是庄重一点比较好 我也喜欢低调 就一直随着他 但是今天 我一反常态地 开着红色法拉利来学校 高调地出现 毅染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觉得十分有面子 迫不及待地 就要向别人介绍 我是他男朋友 而我却冷漠地 推开了他的手 就像是刻意地回避 毅染明显一愣 我几乎没有主动拒绝过他 这让他有些不适 世伯 你这么多人看着呢 不太好 我丢下一句话 平静地站到队伍里 想到一个月前 我骑着自行车 去接他吃饭 正巧碰到他排练结束 他和一个皮肤白净的 小男生走在一起 有说有笑 见到我的一瞬间 就皱起了眉头 他冲过来 一把打掉我手上的玫瑰花 这么多人看着呢 你注意点 我冷哼一声 目光在人群里搜寻 果然那个皮肤白净的男生也在 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毅染 又看了看远处我的跑车 神色暗淡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毅染还想说些什么 可是毕业典礼已经开始 所有人归位 他一个劲地往我这里看 却都被我无视 等到大合照结束 他立马就凑了过来 世伯 你怎么不理我呀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 惹你生气了 你总是这样 有什么都憋在心部和我沟通 难道要让我 钻进你肚子里 猜你怎么想吗 毅染嘟着嘴 转过身去 又是这一招 从前我们只要是意见不一样 开始争吵 不知怎么到最后 他都会将问题转到我头上 要么说我不够善解人意 要么说男人要大度一点 总而言之 就是我的错 我应该先和他道歉 以前我爱他 所以愿意迁就他 可现在摘除了滤镜 我才看清楚 这是他破我的手段和心机 等了半天 不见我哄他 毅染自己转过身来 眼中早已蓄满了泪水 世博 你什么意思 你当初说 永远不会让我掉眼泪 难道你对我的承诺都忘了吗 哼 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 我生气了 你快点来哄我 我告诉你 今天就算是给我买十个包 我都不会原谅你 他又是哭 又是娇称的责怪 以前他但凡眼眶一哄 我就会手足无措地道歉 他想要的包包也好 什么项链也罢 我都不眨眼直接付款 只为哄他开心 可现在我就这么冷眼看着他 周围围观了许多同学 依然有些尴尬的僵硬在原地 伸过手来拽我的衣袖 世博 今天毕业典礼 你一定要弄得这么难堪吗 还没等我回应 远处人群突然骚乱 一个人高声喊 来人啊 有人晕倒了 许多人被吸引去眼光 纷纷围过去 依然却没说话 依旧目光灼灼看着我 突然又有一个人高喊 曹伟 你坚持住 救护车马上来了 话音未落 我身前的人就不在了 毅然丢下我 朝人群里狂奔去 他跑的高跟鞋都掉了 却不顾自己的失态 慌张得不行 我心末地露了一拍 就看到毅然趴在担架边 不停地掉眼泪 恨不得要用自己的命唤醒他 而担架上躺着的 就是那个皮肤白净的小男生 原来是他 曹伟 CW 一切都了然了 我苦笑着看着自己的女友 不顾颜面失态地奔向别人 头也不回 有些知道我和易染关系的同学 纷纷朝我头来可怜和同情的目光 我却没理睬 直接上了车 虽然我今天来本就是要提分手的 但看到这一幕 说不难过是不可能的 一脚踩上油门 风刮在脸上 才让我从低沉的情绪中清醒 突然 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电话 我正烦躁着 直接点了车在音响接通电话 瞬间熟悉的哭声 回响在车里 阿伟 阿伟你不能有事啊 你快醒醒 别吓我 医生他有先天性的哮喘 一定是发病了 你快救救他 我求你救救他 救救我男朋友吧 紧接着就是一片荒乱声 唉 你快起来 别跪着了 我们会全力抢救的 你先起来 快来人把他扶起来 电话那头传来清脆的磕头声 和依然撕心裂肺的哭喊 他那样在乎面子 那样骄傲的人 竟然愿意为了曹伟 给医生下跪磕头 我心好似被揪住 一直在往外冒酸水 手死死地握紧方向盘 可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 却毫不留情地钻进我的耳朵 刺激着我的大脑 阿伟 你不能睡呀 你说毕业就娶我的 我现在怀了你的孩子 你不能食言啊 求你睁开眼看看 我和孩子吧 六抽气声 哀求声 还有慌乱脚步声 交织在一起 我再也忍不住 挂断了电话 我们的孩子 这些话一句又一句 击打着我的内心 钻心的痛蔓延开来 原来他不仅出轨了 还早就和别人有了孩子 他一边和我谈着恋爱 说他是保守的人 要把一切留在婚后 一边和曹伟私混在一起 拿着我的钱养男人 还要为他生孩子 那我算什么 我们的七年又算什么 我将车子停在路边 整个人无力趴在方向盘上 这明显是曹伟故意给我听的 他在炫耀 炫耀我的女友毅然 对他无微不至的关心 和明目张胆的偏爱 再嘲讽 嘲讽我这么多年 自以为美满的爱情 只要他想 都会被毫不留情地踩在脚下 狠狠碾碎 还没等我缓过神 毅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开口便是质问 你卡里没钱了吗 我怎么刷不出来钱 你快点给我转五十万 不 给我转两百万 立刻转给我 到现在了 他突然的消失 也不给我一个理由 还理所当然地花着我的钱 是觉得我好糊弄 还是觉得我已经非他不可了 我苦笑 只觉得他的嘴脸实在太恶心 这一切的一切也让我觉得疲惫 所以我平静地回他 我们分手吧 分手 什么分手 易然的声音一瞬间凝滞 但是他此刻没心思去想 毕竟他的亲亲老公还躺在医院呢 所以他又踩在了道德制高点 愤怒地质问我 就因为我问你要两百万 你就要和我分手 是谁信誓旦旦说毕业就结婚 结婚以后不用我工作 安安心心地当父太太就好 现在我问你要这点钱 你都不愿意 说话不算话 故事博 你还算什么男人 呵 我们恋爱七年 他是第一次用这样的语气和我说话 他曾经对我都是温柔小意 十分体贴的 看来他现在狗急跳墙的样子 才是他的真面目吧 明明他在问我要钱 但因为曹伟和他肚子里的孩子 他几乎丧失了理智 完全不装了 易然 到底是我说话不算话 还是你犯贱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最后和你说一遍 我们分手 别再来烦我 这是我最后的仁慈 我说完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没过一会 手机屏幕不断亮起来 都是易然发来的消息 先是许多语音 我懒得点开 后面接着好多可爱的小狗表情包 都是在委屈和装可爱的 他可能意识到什么 不停地道歉 可他哪里是觉得错了 分明是怕少了个摇钱树 会治不好曹伟的病 想到之前有一次 他半夜突然给我打电话 明显是哭过的鼻腔 含含呼呼地问我借钱 说家里人突然住院 没钱做手术 我想也没想 直接给他把钱转过去了 等到第二天我提着礼盒 和鲜花去医院的时候 他却怎么都不肯带我去病房 他将我挡在医院门口 吱吱吾吾地说 暂时还不能见家长 我十分不解 他却装得窘迫的样子 家丑不可外扬 希望你能理解我 他语气太过可怜 让我想起他说过 他那重出轨的爸爸和不堪的原生家庭 他曾经趴在我肩膀上哭 我真的受够了 一睁眼就是争吵的家了 我们永远不吵架好不好 我真是恨透了出轨的人 恨透了我爸 背叛真心的人就该出门被撞死 以后我们组建一个小家庭 没有欺骗 只有爱 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所以那时候 我选择相信他 转身离开了医院 现在想想他躲避的眼神 和闪烁其词的话语 都是他欺骗我的证据 曾经信誓旦旦发誓的女孩 也永远消失不见了 我没有回学校 而是让助理帮我把所有手续都办好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所以并没有捅破这件事 而是让助理在律师的陪同下 把我给一染的东西都拿回来 无论是包包还是手势 亦或是我们在一起的照片 全部都被拿回来 我倒不在意这点小钱 只是想到他花着我的钱养男人 让我觉得反胃罢了 至于他花出去的钱 和我打算给他置办的婚前别墅 就算了 就当我为之前犯的蠢 付了学费 我答应了父母 让我下个月出国留学的提议 本以为这些烂事到此为止了 可是显然没有 依然疯了式的找我 因为我拉黑了他所有联系方式 他就通过共同好友来找我 我直接在朋友圈宣布分手 任何人别找我打听 否则别怪我翻脸 亦然居然要求老师来传话 说他只想看我一眼 想见我一面 和我好好聊聊 我却和他说 没什么好聊的 某一天 我在地下停车场 刚准备发动车 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敲响我车窗玻璃 看着他身上熟悉的衣服 我挑挑眉 降低了一半车窗 见我不说话 曹伟先开口了 怎么样顾绍 被人绿的滋味爽不爽 我坐在跑车上 看着眼前这个奶油小声 可能腿都没我胳膊粗 我冷笑一声 有话就说 曹伟也不装了 摘下口罩 面露讥讽 你和依然谈了七年又如何 他不是照样不给你碰 但愿意给我生孩子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 他喜欢的是我 你不过就是有钱而已 听说你要出国了 还算是实相的 快滚吧 滚得越远越好 看着眼前气急败坏的小白脸 我反而笑了 病这么快就好了 阴沟里的老鼠 就这么迫不及待地要翻身 怎么 依然那么爱你 都不愿意在众人面前承认你 跑到我面前做跳梁小丑 你这是多拿不出手啊 曹伟脸一下子激红了 显然我的话戳中了他的肺管子 放屁 你算什么东西 然然他心甘情愿地把第一次给了我 肚子里还死过我的孩子 只要我勾勾手 他就眼巴巴地脱了衣服等我 你以为的清纯小花 不过是我照之急来挥之急去的舔狗 你觉得我在乎他吗 顾世博 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丑 我劝你早点滚蛋 不要打扰我和冉冉 我们马上就会结婚的 我不屑地关上了车窗 若是之前用这种话击我 无论是出于感情 还是男人的自尊心 我一定会好好地问候 问候他全家 但是现在 我只觉得可笑 在曹伟的嘴里 一染和一个玩物 一个小姐有什么区别 如果说她渴求的爱 是这种没有尊严的施舍 那我们的确不是一路人 我也没什么遗憾的 内心反而变得十分平静 我看着窗外的草尾 身上穿的是 我不要的名牌卫衣 愤怒吼叫的样子 十分地滑稽可笑 我隔着车窗点了点她 我不要的烂货 没想到你穿着还挺合适的 说吧 一脚油门便开车走人 留下身后愤怒的骂声和脏话 我本来打算稀释宁人的 但是既然她都找上门了 我倒是不介意 请这对贱女渣男喝一壶的 车刚到在别墅门口 保安就示意我 门卫里有我的的东西 我下车 看到门卫停 果然有一个巨大的快递木箱 因为是海外运送来的 外面是一层又一次坚硬的木板 写着轻拿轻放 我走近看了下运单 才猛然想起来 这木箱里的 是我偷偷给伊染定的婚纱 是一个奢侈品的高级定制 她不止一次和我提起 结婚那天想做最美丽的新娘 于是我偷偷给她准备了一个惊喜 飞去国外给她挑选了一条婚纱 国外高定手续繁琐 我飞了好几次 和设计师讨论了好几个方案 才最终敲定 还要托人空运 付高昂的关税 期间的辛苦和波折无数 但想到伊染穿上婚纱的美丽模样 我就觉得一切值得 如果她没有出轨 如果这一切没有发生 她现在已经穿上了这条婚纱 是我的新娘了 可现在一切都毁了 这条婚纱没了意义 而我们也彻底没了以后 对她 我仁至义尽 保安询问我要不要帮忙拆箱 运送回家里去 我想了想 摇头拒绝 拨打了收藏博物馆的电话 免费送给他们 一条价值百万的婚纱 镶满了钻石 他们自然很乐意地收下了 就在我处理完一切 刚准备推门回家的时候 伊染满眼通红地出现在我家门口 一把抱住了我的腰 我皱眉 下意识地退后扯开了她 别碰我 脏 伊染眼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 她深深地望着我 面色憔悴 满脸湿泪 世博 你为什么要和我分手 你这几周去哪了 为什么躲着我 就因为我问你借钱吗 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你知道的 我不是那种物质的人 对不起 那天我的确语气差了一点 我和你道歉 但是我家里人出事了 我才一下子着急上火 就算这样你也不能不理我呀 你说过毕业就结婚的 难道你反悔了 你说分手就分手 那我浪费的七年青春算什么 你还有没有良心 她越说越激动 整张脸都因为着急的语速而变红 显得楚楚可怜 我没说话 只是若无其事地看着她 静静欣赏她的演技 事到如今了 还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将一切错又推到我头上 只不过 现在我看到 她有点倒胃口 我懒得再和她纠缠 从包里拿出一条带血的床单 砸到她脸上 不分手 你还想让我做你孩子的后爹吗 拿着你的东西滚 看一眼我都嫌脏 我刚说完 原本盛气凌人的毅然 一下子踉呛着 往后退了两步 她长大嘴巴 半嗓才愣愣开口 你全都知道了 她脸色变了又变 想要上前拉我的手 却被我闪身躲开 世伯 你听我解释 我直接打断她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你快点滚 否则我叫保安了 见我不为所动 依然干脆扑通一声 跪在我脚边 世伯 我知道错了 那天是我喝醉了酒 把曹伟当成了你 所以才后来醒过来我要走 他去用视频威胁我 说我要是不跟他 就把视频发给你 我是怕你不要我 所以才不敢说出来 我看着满脸泪痕的他 眼底只有冷漠 所以那两个孩子 也是他逼你的 他一下子哑然 但很快又说道 对 都是他逼我的 我天天被他威胁 你哪里知道我有多难熬 荒唐 若是他现在承认了他的出轨 我还没这么生气 可他却选择继续欺骗我 撒这种一眼就能看穿的谎言 看着眼前清纯的脸 我第一次觉得他无比陌生 手捏成拳头 暗暗地发抖 现在我不仅觉得自己被骗了 感情很蠢 还为自己爱上一个这样的烂货 感到不值 见我良久不说话 依然以为我信了 他放柔了声音 试探性地问道 世博 你不是说妈最喜欢孩子吗 家里又不缺钱 这个孩子要不就留下 我让他叫你爸爸也是一样的 医生说我以后很可能就不能生育了 难道你不心疼吗 我都想好了 孩子生下来和你姓 只要我们现在办婚礼 你不说我不说 别人是不会怀疑的 听着依然无耻又荒诞的话 我心头的火彻底爆发 依然 你那档子是我全都知道了 只是我没想到 你可以这么不要脸 我又不是收破烂的 你凭什么以为我会原谅你 行 既然你非要恶心我 就别怪我不留情面 我冷冷地看着他 一字一句道 人要为自己做的是买单 依然 说完 我不再看他 直接关上了门 打给小区物业 说有人闹事 让他们以后加强防范 别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放进来 依然在门口哭天喊地 最终还是被保安拖走了 我直接联系了公关行业的朋友 让他们帮我做点事 又打电话给公司律师 期间 依然还是不停地联系我 先是通过陌生号码给我发消息 一直在解释 等我换了号码以后 他又开始给我发骚扰邮件 并附上了许多图片 有我们在一起的合照 还有高中时期青色的照片 他试图用这些来唤起我的记忆和怜悯 但很可惜 并不奏效 甚至一天晚上 我接到了他爸妈打来的电话 一开口就是道德谴责 故事博 我女儿跟了你七年 一个女人能有几个七年 你说分就分 我都和亲戚朋友打好招呼 暑假来吃酒 酒席都订好了 你说说 这个钱怎么办 你必须十倍赔偿 这还不够 要分也行 我女儿给你买过手机 还给你做过饭 你请保姆一年还五十万呢 你起码一年要赔他八十万 七年一共六百万 你给钱 我们就两清 我告诉你 你要是不给钱 我们就去网上曝光你 说故事集团的未来的总裁 就是一个建议四千 不对女人负责的渣男 你看着办吧 依然说 一直没和家里说 我们的事情 总说实际味道 现在听着他爸妈 对我了如指掌 看来他们一家早就盘算好 怎么吸我的血了 我冷笑一声 无所未到 那你去曝光呗 行 你别后悔 果然挂断电话后没几天 网上关于我的言论 几乎霸占了全是热搜 本来我身份就特殊 加上他们确实急了 下了本钱来买热度 一时间引来许多吃瓜网友的议论纷纷 渣男海王 抛弃相恋多年的女友 甚至总裁也小气 抛弃弃子等等的热搜 都冒了出来 连为我家的股市都跌了两天 爸妈倒是不在意 打来电话询问我 需不需要他们出手 被我婉拒了 我什么都没做 只是慢悠悠地打了两天游戏 等了舆论吵得白热化 期间依然还在不停地找我 他说只要和他结婚 他就会主动站出来 说这一切都是误会 他还说前提是 他必须要留下这个孩子 而且我每个月要给他爸妈生活费20万 他说了许多 彻底撕破脸后 他也不再装单纯了 说的无非就是 关于钱 关于利益 关于他和曹伟的孩子 我一句都没有悔 某天晚上 他又发来一条消息 我好想回到从前 回到一切的原点 世博 我真的好累 你是不是觉得后悔和我在一起 后悔那天留下来递给我衣服了 我想了想 悔了一句 是很后悔 现在想来 也许他早就对我别有用心 若是早知道关于他的一切都是交织着谎言和算计 重来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想认识他 对话框显示正在输入中 亮了用命 过了好一会 屏幕突然亮起 是毅然的回复 世博 你不懂我 他这句话 好像包含了许多想说的话和内心的苦楚 也许吧 也许他有自己的苦衷 可是我承受的痛苦和屈辱 是真真实实不能被掩盖的 我才是受害者 他在这桩什么无辜呢 我再一次拉黑他 清空大脑的杂念 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我醒得很迟 手机上都是助理发来的消息 顾总 成了 一打开本地微博 热搜都是关于易染的 其实我特意隐忍不发 就是为了等舆论到达顶峰 在气球即将吹破的前夕 我才出手扎破 这样一击必中 能赢得最多的舆论优势 公关团队今早开始反击 有理有据地拿出了许多证据 其中包括 之前朋友搜集的许多聊天记录和照片 那孩子不是我的 我甚至都没碰过他 这下舆论一下子倒向了我 加上我花钱买了热搜 网络上讨伐渣男贱女的声 此起彼伏 我操感情是纯情少爷被渣女骗了 好惨 每年给这女的花几百万 这女的转头就给了小白脸 真会玩啊 自己出轨了 还贼喊捉贼 想让男的背锅 绿了别人还把人家当韭菜哥 真是不要脸 听说还是A大的 学霸也这么无耻 真的开了眼了 这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 我有朋友是他们的领居 说是他爸就在外面乱搞 果然女儿像父亲 蛇鼠一窝 面对网友的指责 依然还打算买热搜混淆视听 可我直接找来了公正处 证实了公布资料的真实性 又请来了知名律师 给我打官司 让依然把这些年的钱都吐出来 顺便还要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 和名誉损失费 七的八的算下来 一共三千万 我挑眉 的确也没想到 这几年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钱 律师寒一发布 还有他请来的嘴硬水君 也不敢吱声了 他爸妈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可这次态度 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然然年纪小不懂事 小情侣吵架闹而已 不至于闹得打官司吧 是不你说呢 你们以后的日子还长呢 夫妻就是床头吵架 床尾和 提前伤感情啊 我从前只知道变色龙 却没想到还能亲眼看见 我也算是直到依然那种变脸的戏法 是从哪里学来的了 一家子蠢货 还把人当傻子耍 叔叔阿姨 有时间在这里耍嘴皮 不如想想办法筹钱吧 到了时间赔不起 你们女儿就要坐大牢了 电话对面开始嚎哭 依然的爸妈这才意识到 他们全家惹错了人 可开工没有回头见 他们要为自己说的话买单 在律师的安排下 官司打得很顺利 三千万要求在一个月之内兑现 否则依然会面临牢狱之灾 通过律师的消息 我知道依然这段时间很不好过 先是学校认为 这件事影响恶劣 宣布开除她的学籍 她四年毕业成了一个高中生 我给她的钱 她都拿来买一副包包 就算是现在卖掉 几乎也贬值了一大半 顶多就值几百万的价格 她爸妈眼见着女儿没得靠山 也吸不了钱了 直接宣布和依然断绝关系 对外说没有依然这个女儿 她是他们报来的 甚至值钱依然送回家的钱 他们也不愿意吐出来 曹伟倒是不离不弃 和依然和四处求情 东拼西凑 也才凑齐了五百万 离三千万这个数字 可谓是遥遥无期 最后 她为了提依然还债 回老家去瞒着父母 卖掉了家里的老房子 勉强又凑齐了几百万 但是还是远远不够 日期一天天逼近了 依然要求和我谈判 我本来不想去的 但是律师说 这是符合程序的 我才勉强答应 再见到依然的时候 我差点没认出来 她本来保养的 很好的面颊 已经深深凹陷进去 双眼肿着 面色蜡黄 那里还有一点点 清纯少女的样子 完全是一个怨妇 而且她肚子大了起来 已经明显显怀 看着像一个 为生活奔波 熬坏了身体的中年妇女 已经完全看不出 曾经清纯的模样 一时间让我有些恍惚 她定定地看着我 声音虚浮又无力 故事博 你真的要逼我到这种地步吗 这样我公开和你道歉 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 收回律师函吧 我们真的还不起这个钱 她眼眶微红 眼神早就没了往日的光彩 显然是被生活的重担给压垮 但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平静地开口 我说过 人要为自己的错误买单 我可以缓缓期限 但钱你必须一个子不差地赔偿给我 曹伟不是对你死心塌地吗 那你们就打工一辈子 把欠我的还了 毅然 你在背叛我的时候就应该想过 会有今天 这一切都是你活该 说完 我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 自作孽不可活 他们这种人不值得我同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也不想再听到关于毅然的消息 还有一周我就要出国接着读研 也不想被打扰心情 就将所有的事情交给律师全权处理 可就在我将要起飞的前一天 突然接到朋友的电话 顾哥你快来博物馆 一染他 总之你快来吧 我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心里浮上一股不好的预感 还是开车去了博物馆 刚到门口 就看见大批的警察和急救人员围在门口 我心猛地露了一拍 赶紧挤开人群进去 就看到一染身上都是血 他花了很美妆 虽然神色疲惫 但是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他高中长化的妆 衬得他无比青春靓丽 一染看见我 好似送了口气一般 你终于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 他让所有人都出去 只说要和我交流 这种情况 我只能放低了声音 你先把刀放下 其他的事情都可以再谈 一染看着我 温柔地笑了 那你娶我 好吗 我皱着眉头 没说话 他缓缓地流出两行青泪 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 我今天也不是来逼你做什么的 我只是有话要和你说 非得这样说吗 你把刀放下 我们可以坐下来聊 一染摇了摇头 自顾自地接着说 这婚纱是你为我定制的吧 我说我喜欢鸢尾花 喜欢蕾丝 喜欢长长的脱尾 你都记住了 这么多年来 只有你在乎我 记得我每一句话 你很好 你对我太好了 好到让我觉得不真实 你知道吗 我并不是什么清纯无知的小女生 从一开始我接近你 就是知道你家里有钱 是我爸妈要求我棒上你的 所以我才设计了那么一处 一切都太顺利了 你善良又尊重我 好到让我觉得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对我良心的谴责 我真的害怕 害怕你发现我原本的面目 会恨我 所以我一面装的清纯无知 一面在逃避 我越觉得愧疚 就越想尽办法地填补自己的空虚 我压根不爱草伟 它只是我逃避的借口 麻痹我神经的尼谷兵罢了 我一直不愿意承认我爱你 因为从内心深处我就知道 这样的我压根配不上你 我爸妈就像催命的恶魔 一直让我逼你结婚 本来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可是到头来我却退缩了 你值得更好的 若是我没有这样家庭 若我没有这样肮脏的心 是不是我就能配得上你了 顾史博 这辈子是我对不起你 真的对不起 让你遇到了我这么的烂人 他平静地说完 眼泪早就护满了脸 却努力地朝我绽放出最纯白的笑 对不起 他说完 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毅然 想要上前一步 却为时已晚 一瞬间 外面的警察和医护人员涌了进来 我却呆呆地站在原地 周围好像被按下了静音键 我听不到任何声音 眼前的一切 就像是一默默默剧 洁白的婚纱里 是毅然安详的笑脸 让我想到那个晚上 他红着脸 将衣服还给我 眼中的悸动和爱意 随着逐渐停止流动的血液 一起埋葬在过去 也许他有许多不得已 可是他明明能和我解释的 却没有选择相信我 而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 选择了彻底毁灭 毅然死了 警方的通报结果也很快出来 他先是喝了药 我人到那里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最后一口气了 没有大愁得报的快感 但也没有伤心 只是觉得悲凉 毅然出事之后 他父母都没来看一眼 而曹伟知道一切后 也选择一走了之 什么都不管 但是他们也没那么好过 被扒出来以后 毅然的父母 还是要按照法律程序 将值钱吞走的钱 连本带利地吐出来 而且他们一家子出门 都被指指点点 最后无奈卖了房子 远走他乡 而曹伟知道孩子没了 自己老家的房子也被卖了 没脸回去 于是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 小心翼翼地打着工 却还是被人扒出来是男小三 被老板各种找借口辞退 隔一段时间就换个地方 成了过街的老鼠 人人喊打 他就那么孤单单地躺着 没有一个人来吊咽 最后还是我替他办了葬礼 一切办完后 我也踏上了出国的飞机 尘归尘 土归土 这一切的纠缠 都像是一场梦 如今梦醒了 我也不该沉沦 而是大步向前 奔赴自己的前程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